你以为埃及金字塔是使用大量的劳动力来将巨石抬上去的吗? 其实你远远低估了古埃及人的智慧 埃及金字塔是古代建筑的奇迹 就算是利用现代先进的机械设备也很难建出来 有人甚至怀疑金字塔是由外星人建造而成的 就拿胡福金字塔来说 它由足足230万块石灰石和少量坚硬的花钢岩堆积而成 最小的石头重量都有1.5吨 而最大的竟然达到了160吨 这些巨石堆叠在一起 紧密的连一张纸都插不进去 更令人震惊的是 金字塔底部的平面误差仅有21毫米 这几乎达到了水平状态 如此惊人的精确度 简直让人匪夷所思 虽然金字塔的建造过程仍然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谜题 但科学家研究发现 古埃及人极有可能通过福利台生法来建造金字塔的 这种方法主要用到了水的福利 古埃及人生活在尼罗河附近的平原上 对于福利的运用可谓是得心应手 首先 古埃及人在吉萨附近的采石场将需要的石块开凿出来 然后他们利用动物的皮和蔚来制作成可充气的浮标系统 并利用绳索和芦苇将石块牢固的与浮标系统绑在一起 随着洪水季节的到来 水位上升 这些石块在水的浮力下逐渐漂浮起来 接着使用牛来引导这些石块沿着河流运输 最终到达建造金字塔的位置 而接下来就需要将这些石块运到指定高度 埃及人 还建造出了水力浮生系统 这个系统的精妙之处在于 它本质上是一个倾斜的管道或寒洞 里面装满了水 将这些石块引导到浮生系统管道的底部 然后在浮力作用下 石块缓缓上升 接着借助水的浮力将石块引导到指定位置 再把石块上的浮标系统拆下来 这时石块就能稳稳地沉到指定位置了 这个过程在金字塔的每一层上重复进行 使用这种技术 古埃及人轻松将巨大的石块抬升到高处 而无需大量的劳动力 巧妙地利用了水的浮力来完成所有繁重的工作 看完后真的挺佩服古埃及人的智慧